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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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节课 校长想要另外一点时间 跟科学同学谈一谈 主法 雖然调题 调题减念一遍 合分数的主法 关注的主法 我要看看科学同学 分数的主法 在讲分数主法之前 我想要来看一看 什么是主法 我来抽个同学好了 谁知道什么是主法的 我们平常常会不会用主法 什么时候也会用主法 什么时候也会用主法 什么时候用主法 刚刚同学讲的 第一个情况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算式 用糖果做例 8除以2 8个糖果分给2个小朋友 可不可以 可以 他讲的就是我们讲的 8个糖果分给2个 每个人 每个人得几个 4个 怎么算出来 4个 每个 在平分的时候 我们用到这个观念 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形 用糖果做例子 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不是平分哦 有没有 分数 5 后面这个部分 其实平常也会用到 可是我们平常常 舒服掉这个情形 请注意后面这个部分 念一念 8个糖果 8个糖果是两颗糖果的几倍 第二个 这个是 用算式列出来 会做什么东西 8 8除以2 8除以2 比方式分法 9A2 是不是用糖果 是不是用到主法 对 所以主法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我们最常用的 第一种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零分的观念 大多糖果分给两个人 你一个我个 你一个我一个 这个连一年级小朋友都会做 每个人得几个 大概只要四个 第二种观念 是倍数的观念 第二个观念很重要 可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第二种观念 八个糖果是两个糖果 基本上我们所有生活上 生活上或是数学学习的过程之中 我们最常用的 俗法只有这两种情况不用到 小朋友比较重要 小朋友比较重要 好 这两种分得清楚吗 一个是平分的观念 一个是什么样的观念 可以属于我们记清楚 好 这个部分我们先做一些事情 好 接下来 我要你们计算下面的问题 来 这个题目 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题目 十支青花是两支青花的几倍 几倍 好 现在注意喔 第一题跟第二题 他有运用到我们刚刚讲的两个例子 对不对 一题是什么的例子 評分 第二個題目是什麼 評分 現在要注意一個問題 評分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東西 幾十 如果他這裡的單位是 幾一碼的話 最後評分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也是幾一碼 他的單位會跟前面的一樣對不對 可以輸出一樣 可是當時幾倍的時候 倍這個東西有沒有單位 沒有 我們只不說幾倍 這不一樣 這個這一個評分的時候 但是單位誰是在變 可是倍數的時候 最後出現的只是一個數字 代表他的倍數的分量 十隻青蛙是兩隻青蛙的幾倍 我們就準備 好 接下來再講 問題目 二十隻千餅是兩隻青蛙的幾倍 怎麼算 二十除以二 二十除以二 同意的請舉手 或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 兩隻一千的請舉手 不在場的請舉手 東國人家是你什麼意思 三點一次題目 二十隻千筆是兩隻青蛙的幾倍 十分鐘是三十秒的做草味 這一題能不能算 可以 這一題能不能算 那為什麼這個比數 單位量 這一個觀念很重要 那我們要求一個倍數的時候 誰是誰的幾倍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比較東西是你制的 這個觀念要有 所以不要很可愛的跟我講說 二十四千筆是兩隻青蛙的十倍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這兩個東西能不能做比較 不行 可是十分鐘是三十秒的多少倍 可不可以做比價 可以 為什麼 還要做嗎 他十分鐘 對 萬算成同樣的什麼東西 當然 非常好 搞清楚了嗎 什麼時候可以來做倍數的比價 單位相同的時候可以來做倍數的比價 這是校長先為各位同學複習的部分 好 所以這四題裡面 只有一題不能做是第幾題 第三題 好 第三題不能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了解到了 哪些情形不能求倍數 像我剛剛講到 我現在請問的同學來教給我 同意看 哪些情形不能求倍數呢 二十七號 你明書好了齁 單位不同的時候 同意嗎 同意 單位不懂這不能求倍數嗎 如果 不能 不能 我們現在跟同學院是 這跟單位一樣嗎 附屁 有決單位 附屁 有些單位他可以換算成一樣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求倍數 可是有些單位是不可能換算成一樣的 鉛筆跟青蛙 永遠沒有辦法畫為同樣的單位 都要有這個觀念 所以他的答案是正確的 可是我們要強調的是說 有些單位如果他可以畫成一致性的 他還是可以求他 所以就要倍數的關係 所以 來我們來計算 我們先吃了三點 一除以五的多少 五分之一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分數的基本關鍵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是整粒子 五分之一 舉個粒子給我 一除以五 用粒子來舉 舉給我一 來 請收 一塊筆薩切成五分 一塊筆薩切成五分 好 來 一除以等五分之一 代表每個人得到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個筆薩 同意嗎 同意 因為這個三點 相比的會 來 我們看下一個題目 一個題目 二除以五 大約五分之二 非常好 二除以五分之二 好 舉個例子來收吧 這個題目很快的反應都出來了 兩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這個關鍵永遠都在講 披薩這件事情的問題 兩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很好的例子 注意看喔 一除以五的 五分之一 一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每個人得到 五分之一 兩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每個人得到多少 五分之二 所以下一個題目 直接告訴我哪 一問個答案 五個答案 五個答案是 一 一 為什麼 五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五個筆薩分給五個人 每個人得到一分數 每個人得一個 好很簡單 下一個 一問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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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下一個答案 五分之六 五分之六跟一問五分之一 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所以你們基本的能力都很好 接下來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了 我們剛剛除了做成之方 各位同學都學會了 很快的把數法用分數的方式點數 好接下來下一題 五分之十七 好請計算 八分之三 五分之十 六分之七 九分之十二 你學會了什麼 前面的我們知道 前面的我們知道 前面的數字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被除數 後面這個數我們叫什麼數 除數 當被除數除以除數的時候 用分數來表示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吧 六除以十一等於十一分之十一 我們當被除數除以除數的時候 可以用分數表示 各位同學剛剛做的都是這個動作 這時候被除數成為什麼東西 分數 除數成為什麼 分數 清楚了嗎 清楚了 所以應該不用我耳外再解釋 如果這些概念各位同學都很清楚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分數的選法 請計算 四分之三除以五分之二 四分之十五 為什麼 先把五分之三都變老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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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承起來就對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除了要變老巫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講的沒有錯 你們算法都正確 可是我要問你們為什麼 一個抵薩分給五個 每個人切出來切成五分之一 我們大家可以畫出一個表情 我們可以理解 四分之三除以五分之二到底要做什麼? 你們告訴我的算法 為什麼是那個樣子 誰能告訴我的 告訴我的話 校長只送一本書 兩本書 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到現在校長來講不是很清楚 這個題目 我前幾天問我女兒她高中的人 我問她說 四分之三除以五分之二是多少 喔!算得很快跟你們一樣 然後我跟她問說 為什麼?什麼意思? 不知道 我們學數學的教育 那今天校長要從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探討分數的主管 接下來講解的過程之中 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請你告訴我 等一下的過程之中 我希望是你告訴我答案 或不是我告訴你答案 瞭解了嗎? 你不清楚可以舉手 隨時可以發問 好不好? 好!所以這題 沒有這種四分之三除以五分之二 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多少 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希望待我們學完進去探訓以後 各位同學都很清楚的告訴我 問題是怎麼可能 這樣子 好!接下來 請計算四分之三除以四分之一 你要跟我講吧 後面變得到處整過來就可以了 三除以一也可以 來!請你拿出你們 校長請你們下課時間先 做好一個東西 黃色的拿出來 黃色的拿出來 我們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這次用 一張A字的指代表1 理論上我們其實應該用圓形來代表比較好 不過圓形呢 等到你們撿到好的話 我們今天要準備到 所以用這個代表1 這個如果是代表1 我們把這個1保留在黑板上 隨時我們知道1的概念是這個東西 接下來我們把一張A字的指 如果把它平分成四張的時候 它就變成四個多少 好!我們現在先用到四分之一的概念 來!四分之三除以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我們就會拿出三張什麼東西 拿出三張四分之一來 好!我不會再拿出一張 其實這一次他擺出來 好好地看一看 好 自己擺說三章一節跟一章一節 你告訴我 從這裡面你看到什麼 我們做過組法的觀念有兩種 一種是平凡的觀念 一種是倍數的觀念 再來看我們在分數的組法的時候 我們用的概念是第一個概念還是第二個概念 分是零分的概念嗎 零分成四分之一分 這次沒有辦法零分 所以我們用到的是第二個概念 也就是什麼的概念 數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式子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要問的是 四分之三本身是四分之一的幾倍 一二三 還有三個四分之一 這裡有幾個四分之一 三個是一個的幾倍 三倍 所以你答案等於什麼 三除以什麼 一 再幾 三 如果這個部分你看得懂分數的組法 你已經學會一半了 三個四分之一 這個地方也有問題 沒有 好 接下來我們看他下一步 麵 八分之三 除以八分之一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三 四分之三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六分之三 然後 五分之二 如果大家有幾分之二 日文 所以答案很簡單的 要你操作 然後看一看 彈一下 除以八分之一 好 你能不能直接把答案寫出來 對嗎 解釋把答案寫出來 好不好 你什麼 直接把答案寫出來 直接 算是跟答案寫出來 好 那答案寫出來對不對 對 同意嗎 同意 我們發現這裡是三張八分之一 除以一張八分之一 也就是說三張八分之一 是一張八分之一的幾倍 這裡既然是三張一樣大小的 比這一張的話 當然是它是三分之一的 清楚了嗎 到這裡都很清楚 接下來就越來越緊張 好 請計算 在你的桌上請擺出 四分之一 除以八分之一 最好 OK 上來打打看 三十四號 我的八分機在這邊 在那邊打打 請你再臉書再打一下 陈澀 出現 借個 三十四幅 你的想法跟他一樣的請舉手 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樣的請舉手 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樣的請舉手 來請中你的想法是誰 八分之二我們先看看 我們題目是八分之二除以八分之五 所以八分之二我們用兩張八分之一對不對 對不對 八分之五是不是五張八分之一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看作倍數的觀念的時候 兩張八分之一是五張八分之一的幾倍 他是倍數的觀念 所以等於兩張除以五張一樣的八分之一 答案等於選擇 所以他是非常的堅定 所以我們給34號鼓獎一下 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 如果這個部分更會清楚的話 接下來只要同分母的時候 這位同學大概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不同分母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去看那個部分 兩張八分之一 沒有呢 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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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題 我們來看看 請念禮物 四分之一 處理八分之一 好 請在床上擺出來 打出四分之一 不要緊張到我的答案 我也要希望你擺了 一起來怎麼做 好 叫一個同學來講 看哪個同學來講 十四道 好 來 再講一講 大聲一點 你跟他上課很認真 轉過來講給大家注意 不對 你看不到 半奶 四分之三乘以二 好 好 那剛剛說四分之三變成多少 八分之六 變成八分之六 然後八分之六 除以八分之五 六張 除以五張 所以等於 等於多少 等於五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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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來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 四分之三 除以五分之六 現在能不能做了 可以 你會怎麼做 好 每個人先講一講 我要請一個同學上來做 請兩個就好了 一個在那邊寫 一個在那邊寫 三十一號 三十一號 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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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的同學 也拿出你的幾分筆 在你的學費答案上 或是剛剛這裡的背面 請你介紹 你認為 按照剛剛我們的學習的話 你會怎麼 什麼 你還要做 誰要做 什麼 你們現在要做 你不要做 對吧 好 一種 說 一種 一些 一種 後 我希望你用剛剛像我們講的說話來說看 你不要再把他直接碰面的 用別人倒出來這樣子 一點會用別人就倒出來這樣子 好 晚上兩位同學他們都多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對我們在哪 我們先看第一位的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五分之二等於 他把他公分了 因為不能拿這邊拿來除 所以他把他公分了 就等於二十分之一是十五 除以二十分之八 也就是十五跟二十分之一 是八個二十分之一的幾倍 所以這樣變成十五除以八 這等於八分之十五 就等於一又八分之七 這兩個同學都答對了 你的做法跟他們一致的 差不多的一樣的 請回少許 好 謝謝 不一樣的請回少許 你還是用那個倒數相講 倒數相講 倒數相講為什麼是這樣 你要講給你聽啊 有講不出啊 我知道這個算比較快 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後面的倒數倒過來 真的是一口數算法 哪一天是對的 可是你如果說 這個地方不是很清楚的話 你有一天再大一點 或你不常用合作的主法的時候 你會找不清楚 你要點檔是前面還是後面 你現在要記得點檔後面喔 你再大一點 你會搞不清楚 而且別人問你為什麼 這樣做的時候 你又講得出來為什麼 透過這樣的過程 能不能講出來 二色處法是什麼樣的過程啊 你現在知道了嗎 現在如果我問你四分之三 如果你今天你的弟弟妹妹 我曉得五六年級 我問你四分之三除五分之二 你能不能講解給他 你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能不能解釋啊 因為我們剛剛把它通分了 變成同樣的二十分之 就是幾的這個觀念 你能不能解釋給他聽 因為他有十五張 這裡有八張 十五張是八張的幾倍 這種觀念感情 所以分數的主法主要是在講這個部分 好 所以分數的主法 基本上交到這裡 都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來歸納一下 好 這個部分 你能不能做 可以 能不能做 八字 好 請你直接携愛你的 好請你直接携愛你的 好 我請位同學上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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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